大家我们一起来关心 墨兰地台风的最新动态 那么今天清晨 墨兰地台风的中心位置 就是我们的恒春的东南方 大约140公里的海面上 正逐渐以每小时 20转17公里的速度 慢慢的往西北方向前进 也就是说它的移动速度 有在逐渐的变慢当中 那么从气象局的动态图上面 也可以看到 在今天一整天是这个台风 对我们台湾的最接近的时候 也是影响最显著的时候 同时它的七级风的暴风圈 暴风半径目前还有220公里 那么七级风的暴风圈 在今天也已经逐渐笼罩 我们的南台湾 以及东南部附近 所以提醒大家要赶快提高警觉 预计它的路径 大约是在明天清晨的时候 会慢慢从金门附近 来登陆中国大陆 那么台湾也才会逐渐脱离 整个暴风圈的影响范围之内 那么在过去的几个小时 这个台风有稍微减弱的趋势 但是从卫星云图上面 还是可以看到 它清晰可见的台风也 而且整个结构还是非常的扎实 那么最主要是它的整个结构 还没有比较明显的 受到我们台湾地形的影响 而且从路径的 刚刚的路径图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移动路径 可能它的中心 不一定会登陆我们台湾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过去的话 可能它的整个系统 受到地形影响或破坏的情况 不见得会非常的严重 那么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 特别注意 它目前的七级风的暴风圈 包含扎实的运气 已经逐渐影响到我们台湾的南部 及东南部 甚至整个东半部 尤其它的逆时针环流 所带来的偏东风 对我们整个东半部来说 都是迎风面 所以从今天开始呢 就是影响最显著的时候 包括我们整个东半部 南部 雨势跟风速都会比较明显 不过我们从雷达回波图上面也可以看到 整个降雨的情况 其实是全台湾都会受到影响 只是降雨比较明显的地方 是在迎风面的包含南部 平东附近还有我们的整个东半部 但是对北部来说 还是有一些雷达回波 可以看到是从我们台湾的东部海面 慢慢的移动进来 所以包含北部今天清晨也是会感觉到 有比较明显的一些阵风 或者是阵雨的情况 那么目前雨势稍微比较没有 那么明显是在我们西班部的 大概偏中部这附近 但是慢慢的随着台风 逐渐往西北方向移动 暴风圈也会逐渐笼罩台中 以南到加以北的地方 也提醒我们中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也要特别的当心 那么目前整个我们全台湾的 沿海地区的风速 还有这个风浪呢 也在逐渐的变大当中 提醒大家都要特别提高警局 不要到海边去重续危险的活动 那么未来的情况 或是如何我们可以看到 从今天的清晨一直到今天傍晚左右 最主要的降雨范围 就是集中在我们的东半部 也包含南部的这个屏东 高雄跟台南都要特别的留意 那么一直到今天晚上可以看到呢 我们整个东半部的雨势 都会持续下去 那么整个影响 可能会持续到今天的深夜 甚至一直到明天的清晨 随着台风逐渐往西北方向移动的时候 因为它的逆时征环流 持续为我们台湾带来一些偏东南风 所以我们整个东半部都还是迎封面 那么预计不稳定的天气 可能会一直持续到 大概在礼拜四 明天的下半天 我们整个东半部 都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 这个占雨的一个情况 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别当心 那么今天要特别留意的 就是整个我们东半部的持续性的降雨 还有南部呢 都会有相当明显的雨势 那么这个雨大概会下多少 我们从中央气象局所提供的 预计这个台风的总雨量预测上面可以看到 降雨最多的地方 从山区来看的话高雄屏东的山区 可以来到700到800毫米 另外要值得留意就是这么的 东半部地区在花莲跟这个台东呢 也是山区可以来到800毫米左右 另外就是宜兰山区可以来到500毫米 其他在西班部跟北部的这个山区呢 平均来说大约也都会有200到300毫米的这个降雨量 那么另外在风速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在今天清晨的这个今天上午的时候呢 主要的风力的这个预测 最主要要特别留意的就是我们的东南部地区 像是花莲跟台东预计阵风可以来到8到9级 蓝雨绿岛可以来到15到17级 另外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恒春半岛 也可以来到15到16级 非常强的这个阵风 另外台南高雄屏东呢 阵风都可以来到大约9到11级左右 所以提醒大家今天就是影响最显著的时候了 要特别做好防台准备 那么今天白天呢是风雨最强 暴风圈现在已经笼罩了我们南部 以及东南部地区 那么要特别提醒的就是东部跟高平 要留意会有比较大的风雨 其他没有在这个暴风圈影响范围内的这个地方 也可能会有这个阵风以及阵雨 所以提醒大家今天外出都还是要特别注意安全 那么在整个暴风圈影响范围还有陆上台风警报警戒范围内的 这个地区的观众朋友们都要特别的小心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木兰地台风的最新动态